哈喽 有没有人进来了呢 今天我们是介绍的是滑步车 大家应该等这一团等很久了吧 因为蛮多人都一直在问说 滑步车什么时候会团啊 滑步车什么时候会团 哈喽 x i a n g 嗨 你来了 来 进来的人呢 记得先帮我分享 因为我今天会介绍到三台的滑步车 所以会有一点点比较多 我一开始会先介绍这个二合一的滑步车给你们 OK吗 这个是二合一的款式 那因为其实大家都跟我们在一起直播有点久了 所以很多人的宝宝大概都已经是三岁左右了 我相信一定会有 那等于是说如果是三岁以上的大宝宝的话 我会建议你们就是可以看这两台了 一台是K3 一台是K5 所以我觉得这两台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以大宝宝的为主 那以一岁就是已经开始坐得稳啊 然后开始比较会走路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可以看二合一推车的部分 这样好吗 好 那今天的抽奖呢 是抽这一台哦 来 这个先帮我 今天抽奖大家记得一定要先分享 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人了 来 那个先帮我放旁边一点 这样我会没位子 好 这一台的话是抽K3 这一台的话今天抽的是K3哦 好不好 就是这一台的部分 这一台直接先抽给你们 所以你们进来的人一定要分享好吗 对 这一台帮我放旁边 对 好 OK吗 这一个K3 两岁半呢 两岁半呢就要看你几公分 然后他敢不敢玩平衡车 这个等一下我会帮你们做介绍 好 因为如果你只给我一个笼统的税数的话 我比较难帮你去做到介绍的部分 好吗 好好哦 对啊 今天抽的赠品很棒哦 可以抽这一台好 那今天走的呢 是官网的表单好吗 今天走的是官网的表单 KIM 如果只会扶着走四合吗 四合你可以看的是这一台二合一的部分 如果你只会扶着走的话 我会建议你看这一台二合一哦 好不好 宝宝八个月会不会太早买 说实话会 好不好 说实话会 其实我们家大概就是半年会开一次这个团啊 可是如果你们家宝宝才八个月 BECKY 我觉得你也许可以看看之后 有没有其他人也在团购 你就可以去跟其他人的团 是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就不见得一定要这么早买起来放 这样子好吗 OK好 那今天呢 除了这个二合一 目前你看到的有莱姆色 然后呢 蓝色 还有就是 诶这个对不起 这不是莱姆色 这个是 青苹果绿吧 青苹果绿 蓝色 然后呢 这两个的话是莱姆 莱姆是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的话 你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颜色 然后这应该是眉猴 之外啊 今天有一个就是 专属的新色 叫做黑金好吗 他们家常常都把黑金是做成了不一样的颜色 OK吗 好 这一个叫做奇异果 OK 好 奇异果 然后呢 这个是蓝莓 对 然后再来这两台 这两台拿过来 你要拿过来给我啊 一般客人看不到 对 这一个叫做莱姆 然后这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是蜜桃 好 这个叫做蜜桃哦 好不好 这个是蜜桃 然后这个是莱姆的颜色 OK 好 很赞 对 没错 这个赠品超好的 Ama 我相信你们家应该就蛮适合K3的 因为你们家一定有大宝宝 很适合K3 希望你们都可以抽得到哦 好不好 今天抽的是这一台 好 好 那再来我们今天的话 我直接先开黑金色给你们看了 好不好 佑珍五岁的话 适合的是K5 五岁的话是适合K5的部分 这样子 OK 好 滑板车充啊 八个月会扶着站了 OK 好 家里有二合一不能转弯 有可以转弯的吗 可以哦 这个都是可以转弯的 好不好 好 这个龙头都是可以动 可以做转弯的 来 小帮手等我一下 你太快了 好 先帮我都放回去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OK吗 好 好 好 一开始啊 在这个里面啊 它很简单 你们里面呢 其实拆开来之后收到的话会长这个样子 好 你们收到的话会长是长这个样子 那其实如果爸爸不在家 妈妈也都可以自己动手去做 动手自己做 来等一下 好 第一个里面你会看得到有六角形的这个螺丝起子 OK吗 这个是六角形的螺丝起子 再来呢 会有一个这个是把手的部分 OK 这是一个把手 好 然后再来呢 就会有什么呢 来 车体 OK吗 这个是车的前身 这个是车身的部分 OK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这一个 就是它本身的车体 OK吗 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车体的部分 OK 好 是一个车体 那你就帮我一样放着 好 那里面的话呢 都会有一张 有一本说明书 OK吗 说明书 我相信你们一定都不会有人看的 所以这就是你们今天看直播的重要性 我会告诉你们这个商品有什么特色 有哪些关键的地方你们会需要注意 这样子好吗 那以非人为损坏的部分呢 车子本身都会有一年的保固 这样子好吗 车体本身都有一年的保固 那你拿到的时候非常简单 就这样子 一二三四 这个四样商品 那装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简单 四岁半可以买K5吗 Rebecca 可以没有问题 因为K5可以承载到80公斤 所以K5大人也可以滑好 等一下我会介绍 那再来这一个车体你要怎么放呢 你可以看得到这边的车体来帮我拿高一点 这个车体你看得到我对焦一下 因为它是黑色的 所以会比较不清楚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 一二三 有三个阶段 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去做不同高度的调整 那这个卡榫的部分呢 就是放在这个里面 但是你们放进来的时候要注意哦 来帮我打开对这样立着 好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卡榫呢 它会有一个突突的地方 OK吗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压这边的话 你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突突的地方 这个东西你们装下去的时候 这个两边记得一定要压 因为如果你没有压的话 这个卡榫是会跑出来的部分 好 等我一下我对焦 这个卡榫会跑出来的部分 如果你硬塞的话 它就会 这个卡榫就会坏掉 这样好吗 那你帮我直接装进去 好 这就直接这样 要记得哦 这边要先捏好 用力捏下去之后呢 往下 帮我装到最底 OK好 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开始一半了 只要三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龙头 直接记得 有这个银珠的地方是朝外的 有银珠的地方朝外 然后直接 把这个银珠推进去 扣起来 这样子就完成了 这就是一台滑步车了 非常的好安装 即使不需要拔拔 你也可以安装的起来 这样子好吗 好 那你一定会问我说 哎这样是 赞的滑 可是我家的小朋友 八个月才刚会走啊 我要怎么样 可以变成这样子 坐的车车呢 来我教你也非常简单 两个步骤 来第一个步骤 来第一个步骤是先把把手拿起来 把手怎么拿 记得这边有一个按钮 把它按下去 好 就直接打开来 手你可能帮我打开大一点 对因为会卡住 好 好我们再试一次给你看 因为我们家小伙伴手 现在非常的顺 有没有 然后就会溜亮很快速 好 记得这一个先按下去之后呢 拿起来 对OK 就直接拿起来了 好先放在旁边 那再来就是这边 有一个这个就是可以扳的一个机关 你把它往下扳下来之后呢 好你直接看 对往下扳下来之后 转 然后呢再扣回去 有没有 是不是步骤非常的简单 第三个步骤 对 一样在这个把它这里卡进去 好 帮我侧身一点点 对 是不是就变成了 坐滑的部分了 就变成是坐的滑步车了 非常的简单 三个步骤 你就可以从坐的 然后呢 就把它变成是站的 是不是很方便 好 妈妈装都会觉得 小孩都会觉得 妈妈超厉害 对啊 然后瞬间就会觉得 哇 好棒哦 对不对 这台真的很方便 而且我跟你讲 你带出去玩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厉害 然后小朋友就会滑得很帅气 这样子 那再来呢 刚刚有人问我说 可不可以转弯 对不对 你看 现在这一台是可以转弯的哦 你看一下哦 给你看一下那个龙头 你帮我转弯给大家看 这个龙头 不是 这个龙头 对 就是龙头 假如说你假装骑车 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这样子 诶 你这有锁住吗 有 你这个有锁住 你先帮我打开来 好 这个龙头是可以转弯的 你滑给大家看 或者是你动一动那个轮胎 这个是有没有看到 这个轮胎是可以左转右转 左转右转的 OK吗 所以小朋友在玩的时候 他是可以随意转弯的 OK吗 他是可以随意转弯的 但是像刚刚就有马明说 他的小朋友才刚会走 或者是正会坐 不是这么的稳固的时候 刚开始玩 我觉得这个算是进阶版 OK吗 那你一开始玩的时候 我建议你给他们玩像这样子 直行的 就是给他们玩直行的 那直行的怎么玩呢 来 你就是直接这边 给你们看一下哦 我对焦一下 等我一下 好 你能看到这边有一个卡榫 这边有一个按 有一个叫做Push 有没有 OK 这个Push的部分呢 你给他这样压下去 你帮我压一下 因为我单手 好 这个Push的部分 你直接把它压下去之后 你看 这个轮胎 就不会转 对 这个轮胎就不会转动了 你帮我按一看 他就不会转动 他就只能直走 跟后退 所以这个时候 小朋友刚开始玩的时候 会比较安全 OK吗 那你看 你再操作看看这一台黑色的 他的是可以转弯的 这就变成是进阶版了哦 所以如果刚开始 他玩起来比较不稳的时候 如果你给他玩转弯的 他就会容易跌倒 就会跌倒 好 但是会跌倒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呢 这一台车 我觉得他非常棒的地方 是他有做一个防摔的机制 好 这个防摔机制 就是在于这个垫片的部分 也许你会觉得他很丑 但是他就是安全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先打开来撕开给你们看 好 在这里呢 一般来讲他的下巴是做这样 来帮我放着 好 下巴他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往前摔的话 他前面没有一个支撑点 所以很容易就会往前了 那你们回家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机制打开好吗 就是这一个防摔片的部分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 有束缚在你这个六角形的板手吗 这个时候就是用到他的时候了 好吗 好 坐着玩的玩法可以玩到多大 我跟你讲坐着玩啊 只要他的脚OK 其实你玩到两三岁都是没有问题的哦 B E C K Y 好 你看哦 这边有一个转的 就是直接这样扣进去之后呢 先把它转松 好 可以 很紧 对 你把它先转松 好 好 在这边 对 可以吗 扳得动吗 还是需要我来 好 好紧哦 有点紧 欸 好 你帮我 我以为你说 欸 好了 你是不是 扳错地方了 那你帮我拿着 我来扳 好 好 在这个地方啊 可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可能如果你们的力气不大 可能就会需要爸爸妈妈来帮忙一下 像他刚刚小帮手用这样子的方式就错了 你应该是要用这一个方向 为什么 因为以杠杆原理来讲的话 你这样会比较好吃力 对 但是我们要先扣紧进去之后 有没有 是不是就转开来了 OK吗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哦 杠杆原理的方式 长的 短的就是要在里面 长的是你转的 好 这个转松了之后呢 没关系 这个就可以往前 好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再把它转回去 稍等我一下哦 好 好 这个往前了之后呢 请你再把这一个 转回去 对 因为你要把螺丝再锁回去 好 好 所以它那个短的要 好 前面我刚刚用了 对 然后因为像我们垫片已经长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就会不好用 你会卡住它 我这时候就会改成短的 因为我要把它锁紧而已 这样子 就会比较好用 好 这样OK吗 好 这样锁紧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是不是就变长了 对 所以这个变长的状况下呢 在这边 好 往下一点 OK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变长了 如果你在摔车 假如说小朋友重心不稳 对 还是会往前的时候 他可能这样走走走 往前 他会先这样子卡住 对 就会像我们 就是有点像在走路 有点快跌倒 快跌倒的时候 你自己的小朋友的生理反应 就会出来了 对 他自己就会停下来 就不会再往前 不会像我们 骑脚踏车 如果你骑两轮的 要跌倒了 你会变成是直接往前 对 直接往前 可是如果你是骑四轮的 有时候会不稳的时候 就会这样 换一换 你自己的脚就会下来 对 然后呢 你就会自己让自己的身体平衡 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他冲得太快 要往前的时候 他会先卡住 对 他自己的身体呢 就会自己去找一个平衡 让这个车稳下来 然后或者是手 他就会放开 他就会去扶着地板 然后呢 至少你的脸就不会去撞到 他这个就会有一点防摔的机制 因为他会先卡住 然后呢 如果真的是太快速 他才会往前 不然通常只要是这样卡住 他就会往后 对 这样子OK吗 好 那我看看来 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黑金好好看 这次的瞬间会不会被抢光 黑金是这一次的新色 好 OK 大家都说黑金非常的帅 好 坐着玩其实可以玩到2到3岁都没有问题 真的是很好看的 就是那个放电神器 对 好 大家不要紧张 大家现在的问题好多 来 嘉玲我跟你讲哦 我们有分 这台先帮我放旁边 好 你帮我绿色的那一台拿过来 OK 好 好我先跟你们开始做介绍 这个是刚刚我已经有先跟你们讲了 一个呢是防摔的机制 然后呢 他的轮胎呢也可以直接就是做变相 你可以直的也可以转弯 他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这个都是用扣损吗 对 用这个压环扣损 有时候你可能压的没有这么紧 或者是小朋友力气比较大 有些是男大力士女大力士的方式 对不对 来 绿色的这台帮我转过来 他还有一个安全机制 就是这一个扣环锁 OK 等我一下我对个交 好 这一个扣环锁呢 你把它变成是lock住了之后 这个你怎么压来 你再拉 你怎么拉都拉不起来哦 OK吗 好 那可是你看我把这个lock的地方 好 你看我把这个lock的地方这样搬过来 变成是unlock的时候呢 他就会这样子 有没有 他是就可以拔的起来了 所以这个的话 是还有一个就是卡榫的一个防拔的一个机制 然后你这样就错了 刚刚小帮手的装法就是错的 他刚刚要这样子硬塞就不对了 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两边要压下去 不然你这个卡榫用坏的话 对不起他不在保固期限内哦 好不好他不在保固期限内 好黑金非常的帅 大家都在说黑金帅 藏进人很专业 没有就是我真的一定要跟你们讲 就是他的一些功能 不然其实说实话啦 你们回去真的也都不会看那个说明书 那你们不会看说明书 其实你就不会知道 刚刚那个lock跟unlock到底是要干什么的 有时候可能骑一骑小朋友就 给你拔起来你就会整个傻眼这样子好吗 好常进人紧张了 为什么我为什么紧张 好介绍的好仔细 这台好这台真的必嘛 好再来我要跟你们讲的地方 功能我当志上都讲完了哦 好不好功能上我自己都讲完了 但是我现在要来跟你们讲 OK好你们就会有人问说 坐的可以几公斤 站的可以几公斤对不对 好来我来跟你们说 不要紧张我先看一下你们大家的留言 台中有现货可以看吗 对不起台中没有现货 这个一年会开一团吗 我女儿还躺着若真会 这个之后还会再团 可是大致上都是半年到八个月一团 因为他们家的这台车非常难等 我没有说我没有骗你真的 说实话他们家的车非常难等 所以我们也都是就是我们年初一月 一月跟年底的时候我们大致上 就已经先瞧了这一个档次 看现在是四月 我从一月就开始瞧到他四月的团了 所以我们会开团 可是真的就会很久 那因为你女儿还躺着 我真的也不建议你先买 你可以等之后看其他的部落客买 也没有关系对 好了解大家都不看说明书 因为我自己也不看说明书的 我也都是常常被我老公 我常常也都是被我老公骂的那一个 我就说为什么又不行 说明书呢你不会拿出来吗 这样子 所以我会被他训练到我会需要用到说明书 可以看所有颜色吗 可以没有关系 可以我等一下给你们看 MEI有说我儿子十个月大就在骑了 好可以看Lock那边吗 再讲解一次有点看不懂 好没有问题 我等一下再讲解一次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这个现重的部分 我刚刚已经有先帮你们做了一个功课 我们先看滑步车就好了 我们K3K5等一下看 坐着最大的承载公斤数呢 坐姿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叫做坐姿 OK吗 这个叫做坐姿 坐姿的最大承载公斤数是20公斤 OK吗 是20公斤 好 那站姿的话呢 是50公斤 好 站姿就是像这样子 站着可以滑 是50公斤 多高就可以开始骑了 来OK 配音我跟你讲 如果你以坐着来讲 像这样子坐着的 坐姿来讲的话呢 大概75到80公分 你就可以玩这台车了 75到80公分 只要他的脚坐下来 然后他的脚可以碰得到地 其实就可以慢慢撸了 但是记得给他撸的之前呢 你一定要把他的脚扣起来 就是他的这个前轮锁住 那他只能是前进后退前进后退 等他习惯了之后 你再帮他进阶 也变成是轮子可以转动的 这样子 好吗 好 那站姿的话 其实80公分就可以开始玩了 站姿的话是80公分就可以玩 好 HUI 大家的问题都好专业哦 大家的问题HUI 现在就要问说 坐垫离地面多高 好 好 这台先帮我拿走 绿色这台先帮我拿走 好 谢谢 这一台呢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一定会问说这样坐姿离地面多少 对不对 我也有帮你们做功课了 坐姿的第一段呢 是57公分 第二段呢 是61公分 第三段是65公分 这是站姿 那坐姿的话呢 第一段是30 第二段是34 第三段是37 这样子好吗 建议 快10个月有建议吗 快10个月可以 没有问题 你先让他玩这样子做的 快10个月你先让他玩做的 然后轮子记得要固定 好吧 轮子记得固定 不要让他可以晃来晃去的 这样子玩的话 我觉得坐着OK 快一岁是可以 坐姿的椅垫可以调高吗 来我们调给你看哦 这台先挪过去一点 好 然后这个你先拿走 要不然你都好占空间 这一个的话呢 你先站旁边先转个90度 对好 然后呢你调他的高度 这个是一段 一段的话 现在大概是30公分哦 好不好 那你就是一样 记得这个两边要压住 然后unlock这边要解开哦 这样子再往上 OK有没有看到 你就再往上一点点 再扳有没有 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 你就可以自己去卡 这样子的话 再帮我再90度一点 对好 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第三段了 第三段离地是37公分 OK吗 这样子第三段 你刚怎么跑走了 第三段 我要第三段 OK吗 是可以调的没有问题 好 你要压住 不是压住之后 慢慢的往上拉 对压住之后 慢慢的往上拉 你没有卡住 对 你有卡到吗 第一段 对第一段 你有没有听到一个 卡的一声 你有听到卡的一声吗 好 所以有听到卡的一声 这样子就是第三段的部分 OK吗 想问运费免运吗 这一团的话满1500就免运了 所以你买车车也是免运 没有问题 买车车也是免运 这样子是第三段 所以其实它的高度 座椅的高度是可以调的 等我一下我对焦 好 是一段是30 第二段34 第三段37 这样子好吗 好那站姿的部分也帮我调整看看 这个是坐姿不要动了 好 那再来站姿的部分怎么调呢 一样都是同一个地方哦 就是这边记得两边一定要往下压 然后再拉往上拉 拉的时候你们刚开始买是新的 可能会不好拉 所以记得要转一转 OK吗要转一转 好那你帮我调到第三 对第三 再往下一点 再往下 然后往上拉 往上拉一点 把它卡住 你有卡住吗 有吗 好卡住了吗 OK好 所以记得要有那个卡住的声音哦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大致上就是可以这样子 变成是第三段 你不要再动了 好这样子的话呢是三段 等一下来你帮我拿着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记得要这样 他这个刚刚小帮手就没有卡好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要拉的 然后这个要放下去的时候呢 一定要放的 像你看你过来一点 你近看哦 我给你们近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玩具一定要安全 你看像这样子 这个卡榫其实这样是没有卡好的 你一定要拉一下 看这个要凸出来 这个才叫做卡好 所以你看你要这样子进去之后 这样是不是没卡好 所以你就这样子拉一下 把它卡进去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凸片有凸出来 这个才叫做有卡好 那你再来看这边 这一个就叫做没卡好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 我这样子给你们看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垫片不一样 这个比较凸出来 OK吗 然后这个就比较进去 这个其实就是没有卡好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 要玩的时候一定要安全 所以这个就要再往上一点 把你下或者是往下压一点 这边有没有 进去 这样子才叫做有卡好 OK吗 然后记得这边再把它lock锁起来 锁起来 对像你这个就没有卡好 等我一下哦 好 这样卡好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lock再锁起来 这样子 它就不会再动了 这样子好吗 所以其实它就可以 做的可以调高度 站的也可以调高度哦 好你手放开 谢谢 这样子 OK好吗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我现在直播都可以再帮你们做一次介绍 因为你们回家就可以直接玩 然后呢你们现在看 也不需要再看说明书了 我都直接帮你们就是做到最 就直接告诉你说明书的操作方式了啦 这样子好不好 OK好 你们想要再看一次怎么锁龙头 OK 好来给你们看哦 这边呢龙头的地方呢 来帮我椅子打开 就是往上抬的部分 好 黑色很有质感 对啊黑色真的很好看 在这边呢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个锁住的部分 你有没有看到叫做push push你把它往下压了之后 来你帮我压 因为我两只手 好两只手往下压进去之后呢 它就可以变push 就是这样子有没有 你看这个轮胎就不能动了 好 那你要怎么解锁呢 一样这边 等我一下听 因为我要对焦 好 这边一样这个直接按下去 对 好 你直接手直接按下去 有没有 轮胎是不是又可以动了 你看这样子轮胎是不是就可以动了 好 所以呢就是在于这个地方 你把它卡进去再卡一次 好 辛苦你了 就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就是不能动了 好 好 然后呢再打开来一次 就是这边打开来之后 你看 这个有没有 就可以动了 所以这个就是锁的地 这个就是轮胎能不能锁的地方 好 那你要看那个卡榫的地方 Unlock的地方在这里 来 卡榫锁的地方在这里 好 你这个先帮我改成直的好了 因为才会 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好 步骤做的换成推 可以就是站立的非常简单 你看描换 直接三个步骤就好了 OK吗 就是这样子 好 那锁的地方呢 是这样 你先帮我压到最底 好了 好 我们先等小帮手把它压到最底 OK 对我刚刚卡住了 好 然后呢 你再帮我 对要听到卡的一声 我在这里对焦 好 好 这边给你们看一下哦 等等我哦 好 这样好像也不是很清楚 对 我找一个方法 让你们可以看清楚的地方 这个 好 这样子可以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很清楚 这边有一个锁的地方 那这个你把它这样搬过来之后呢 你即使这个压住 然后小朋友怎么拉 拉 对小朋友怎么拉 都拉不起来 那可是你把它打开来了之后 你看你这样拉 是不是就马上就可以起来了 这个就是卡榫锁的地方 OK吗 卡榫锁的地方 好 那每一台颜色都帮我放上来 谢谢你 好 那记得你们回家的时候 这个垫片 一定要记得开哦 好不好 垫片一定要像这样 一定要记得把它打开来哦 要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那个防摔的装置了 好不好 就没有防摔的装置 好 怎么看调高度 没有问题 怎么看调高度 来我再给你看一次 调高度的部分呢 来在这边 调高度的部分就是这个两边压住 好这两边压住之后呢 往下 有没有 然后呢像这样子是 没有没有锁好的 对不对 是没有锁好的 好然后我们再往上一点 对 再把它往上一点 有没有 好你手放开 对 你你帮我弄好了 就是你把它锁好 对好这样子有就有锁住了 OK吗 那在第二格的话呢 我帮你扶着车 好 再往上一点 有没有 要卡一声 转一转 转一转要卡一声 对 再往下 对 有没有有听到卡一声了 好 来再再上去一点 这样 有没有 对这样就很明显 有没有听到卡一声 这样子就是OK的了 好不好 这样就是OK的了 好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呢 对他会有设计 这个是黑金 是他们家的新色 好 表单里面也有这个黑金色哦 这一个的话是三多少呢 三二八零 这个团购架是三二八零 对连小孩自己都会 轮子是橡胶的吗 对轮子是橡胶的 没有错哦 好不好 妹妹轮子是橡胶的 好对置顶的地方已经可以就是 就是下单的部分了 都有现货 大概三到三天内 会帮你安排做计出 有保固吗 有 小霞有保固 一年的保固 非人为损坏 这样子OK吗 然后但是我要先跟你说 这个囤没有在保固期限内 OK吗 因为有时候你们可能真的会忘记压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囤是没有在保固期限内的 好 那我要给你们来看颜色了 前面的垫片 怎么打开 附上我们刚刚的这个 就是扳手 六角扳手的部分呢 你把它这样子 倒过来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锁 你把它转开来 然后呢 推出来之后再把它锁紧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不好 再把它锁紧就可以了 JODY 好 有几段 每一个都有三段 每一个都有三段 配影防摔的功能就是 你原本是这样 没有防摔 所以你看 如果你往前的时候 你很容易直接 你很容易直接 这样子 就会倒下来了 可是 如果你有了这个防摔垫片 你看你在往前的时候 你会先这里 会先被卡住 卡住了之后 你的身体 其实就会有一个机制 你就会知道 我自己在走路有时候 不是会软脚 或者是干嘛的时候 或者是拐道 对 半道拐道 你自己就会知道 然后你自己就会去 开始找平衡 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边开始帮你 顿顿一下的时候 你自己的身体 就会去找平衡了 那像这个 如果你在滑块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防摔子 它就是直接倒下来了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你们回家 记得一定要把它打开来 这样子好吗 好 OK 那再来我要给你们看颜色 好不好 骑这台车参加妈妈的团聚 这一台是黑金 是3280 是隐藏版的颜色 也是他们现在的新色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是这个黄色 叫做莱姆色 这个莱姆色我很推 为什么 因为它很亮 然后呢 其他颜色的团购架 它是2980 等于是 你选择这个3280 这个是2980 现省了多少 300块 OK吗 我觉得黄色的也很亮 也非常的好看 尤其是你去大白天的地方 公园啊 那些地方 你用黄色的来拍照 非常的好看 怎么转变成座椅 不需要螺丝刀哦 只要三秒钟就可以了 就是前面这个打开来好 那你用黄色的打开来给大家看 好 谢谢智能 智能有说一岁多玩到三岁还在玩 有没有看到 黄色就是这样子转 黑鸡那台前面为什么那么凸 这个就是防摔垫片啊 我叫你们记得回家一定要打开 因为你们收到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回家一定要打开来哦 OK吗 好 然后这个是莱姆色 我很推荐你们可以买莱姆色 非常的亮 夏天非常的 夏天就是要亮 要黄色 而且你去任何地方 去草地 绿色配黄色 你看是不是很亮 然后呢 对 然后你去饭店 饭店很多白墙 黄色的也很好搭 所以我觉得它会非常的好杀颜色 会有耗材吗 没有 你最多的话就是戴个安全帽跟护具 这样子 好吗 某某 这一个是奇异果色 奇异果色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苹果绿吗 有没有 你觉得有一点点苹果绿 好再给你们看 我尽量不要给他们有色差 再往前一点好了 你再往前一点 这样 OK好 大概这样子 苹果绿大概就是这个颜色 现货的颜色大概也是长这个样子 OK吗 苹果绿 苹果绿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OK吗 苹果绿 几岁可以玩 一岁 我觉得它已经会走路稳稳的就可以玩 如果你要以身高来讲的话 大概是80公分 80公分就可以玩咯 S.I.Y.I.N.G. 80公分就可以玩 好 那再来这个呢 是眉红 好吗 这个是眉红的部分 然后 那好像J.I.N.G. 他说我的就是没有用出来 没错 因为你们买回去的时候都长这个样子 对 然后呢 你们也不会看说明书 你们就是直接装一装之后就开始这样子玩了 对 那就会没有那个防摔的功能 然后你们就会小朋友就会摔到就会害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们看直播 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讲 我帮你们直接做介绍的原因 零件坏了可以修吗 你可以找厂商 厂商可以帮你做维修保固的部分 好吗 好 然后再来这个是什么颜色 这一个 好看 我小孩才会摔 对 所以其得防摔垫片一定要打开 然后这个是蓝莓色 OK吗 这个是蓝莓色 黄色真的很好看 我真的很推荐你们买黄色 CP值高 然后又亮 OK吗 因为它只要2980 黑金的部分还要到3280 所以如果你们不是男生 不是男保 女保我真的很推荐你就是 黄色 莱姆 它叫莱姆 青苹果 然后这个叫眉红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都非常适合女孩子 这样子好吗 都非常适合女孩子 那黑金我真的觉得就是找男保好吗 美美你可以找厂商 零件坏了 请你找厂商维修 它有一年的保固 非人为因素的部分 好不好 非人为的因素 对啊你看 莱姆黄超亮的 可以防走私 好 JING就有说 我的儿子是从一岁开始玩蜜桃 对这叫蜜桃 蜜桃也很好看 就是女生我觉得很OK 那到了晚上的时候 其实女儿 你们现在夏天嘛 白天很热 你们不太会出去 到了傍晚的时候 其实黄色奇异 就奇异果的颜色 还有就是蜜桃的颜色 你们比较看得到 比较可以看得到 这样子好吗 比较清楚 我喜欢那个奇异果的颜色 你喜欢奇异果的颜色 对不对好 有身高的限制吗 没有 没有身高的限制 但是我说实话 120公分 应该说110公分开始 这一台就不太适合了 110公分左右 这一台就不太适合了 为什么 因为会有一点坨 小朋友会有一点坨 再给你们看一下 滑步车它的站姿 我对焦一下 好来你看 滑步车的站姿 最高是到65公分 所以其实呢 如果你身高已经110公分了 我会觉得它会有一点点的坨 OK吗 会有一点点的坨 苹果绿像Tiffany蓝吗 不像哦 苹果绿就是 比Tiffany蓝还要再绿 还要再绿 还要再绿 OK吗 有选色障碍 那你就是莱姆 我教你莱姆最好看 真的 莱姆的实色不会让你讨 就是不会让你失望 这样子 那再来我就要来介绍K3跟K5 帮我放在前面 好 你看就不知道有防摔功能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直播的话 其实你们买了也没关系 你们也许有跟其他人买 你们自己有这一台的时候 记得这个防摔功能 拜托你们一定要打开 要不然你们通常买了就是直接组装起来就完了 好不好 对 还有一个又跟我说了 TSENG也不知道有防摔功能加1 对 对 大家记得 没错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打开 好不好 黄色不挑男生女生 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 而且黄色啊 在夏天真的很亮 不管是饭店啊 或者是湖边啊 草地啊 它都特别的亮 再来晚上你去公园的时候 你也不用担心它会被撞 因为黄色就是亮 好不好 远远的都看得到 就是人家为什么羽衣要做黄色的园衣也是在这里 好 秋当当有说家里有一台很放真的很暗 我跟你讲 你们带他们去玩啊 他们的腿会有那个滑的力气之后 他们以后长大比较可以干嘛 耐走 当然除了滑步车是可以放电之外 你是要训练小朋友的肌耐力 对这样子 OK吗 好 黑金是3280哦 黑金不是2980 黑金是3280 那这一桃的话叫做蜜桃是吗 你帮我再确认 这一台叫做蜜桃哦 好不好 这一台叫做蜜桃 可以玩到几岁 对我大概觉得你可以玩到三岁左右就差不多了 如果身高是110 以身高来讲的话大概110就很紧绷了 110就很紧绷好不好 110就会很紧绷 好那如果110公分你还是很想玩 因为大宝要一台小宝要一台啊 我会建议你们就是要这一台 好我后退一点哦 这一台的话呢就是你看 有包包的叫做K5 没包包的叫做K3 今天抽的是K3这一台 OK吗 好那你帮我两台都侧边给大家看一下 OK两个都侧边哈 这一台呢他们的轮胎啊 你帮我这个打开来 好 哎呀这里 好等我一下哦 好 这个轮胎你有没有看到它是空心的 嗯 它其实都有LED 你注意看 对 有没有看到 亮 我们现在这边太亮了 没办法 因为我们这边外面是光 那我试试看那一台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好 好 有没有看到 这一台的话就是有LED灯 他们的轮胎都有LED灯的部分 所以其实到了晚上还会发光 很像风火轮的感觉 就会觉得哎呦很帅哦 有没有很帅哦 帅帅帅帅帅帅 好 这一台呢这个是K3 K3呢它的线奈的沉重大概是在50公斤 建议年龄 你有这么少 哎呦哎呦哎呦 现在在那边炫耀了 我刚刚叫他玩K5 现在跟我说他K3可以玩 有没有 好这一台线重是50公斤 刚刚小帮手还有教了你一个功能 是我刚刚忘记提醒你们的 如果你们在玩这个滑步车的时候啊 一定要教小朋友正确的刹车 为什么 因为才不会磨好你们的鞋子 每一分钱妈妈真的都很辛苦 我以前在玩那个两轮的滑步车的时候 那个是完全没有刹车的 真的就是得靠双脚刹 我不知道每两三个月我就得换一双鞋 你用K5来示范好了 K5后面来你的脚借我过这边 这边呢有一个刹车的地方 所以如果小朋友在玩滑步车的时候 刹车是踩这边 一只脚你先把我站上去 一只脚站在这个上面 另外一只脚要刹车的时候呢 就是踩上去 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刹车咯 OK吗 不管是K3 K5或者是二合一 它的刹车都是这样刹 OK吗 它的刹车都是这个样子刹 好你再站上去一次 好OK吗 这个都是这样子刹 那二合一也是这样子刹 我给你们看一下 二合一这边也有 所以二合一的刹车也是踩这边 这样子好吗 一定要有正确的刹车方式 你们的鞋子才不容易损坏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好黄色比蜜桃好看 没错 我是不是真心建议你们 黄色 黄色真的比蜜桃好看 请相信我好吗 我不会随便乱介绍的啦真的 好K5最大可以多少可以玩 来我现在要来介绍 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我又要介绍又要看留言 我真的有点紧 有点会跟不上速度 对不起哦 好因为今天我不知道 为什么有250个人 这么多人会吓死 好来 再来给你们看一下这里 你帮我拿着的板子 我已经有帮你们做了滑步车 这个是一般的滑步车 一岁就可以玩了 K3就是我们今天抽的这一台 是50公斤 承重50公斤 建议你们是3岁可以玩 因为他的站姿呢 最高是一段是64到75公分 好64到75公分 那K5的部分呢 限重是到80公斤 所以连大人都可以玩哦 好不好 80公斤连大人都可以玩 建议年龄就是5岁 我儿子这个年纪 OK吗 那他是从78到89公分都可以 78到89公分都可以 那这个呢 其实他也都有防摔的装置 来你帮我这一台拿起来给大家看 可以 好你看哦 好 这边其实都有防摔的装置 所以你记得 回家的时候记得把这个打开来 好那再看一下K5 辛苦小帮手了 小帮手的鞋好好看 好 这一台因为K5他是比较大宝了 已经5岁了 所以他这一台就没有防摔的装置 这样子OK吗 K5没有防摔的装置哦 好 那再来呢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是调最高吗 你帮我转到背面 好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是可以调一段 我对焦一下 等我一下 好 一段两段三段 我已经是调到最高的模式了 那小帮手你帮我站上去 你大概几公分 好小帮手是160公分 所以你站上去的话他的手其实不会KK的哦 不会 不会觉得怪怪的 好那你去滑一圈给我看 OK吗 小帮手就直接去滑一圈 好 请他直接 小心不要撞到我们家的Rimi 好 你就是直接这样滑一圈有没有 他就是真的是可以滑的 OK吗 好 然后刹车 有没有 就是直接做刹车的一个动作 好 好 那这个东西呢 K5他其实是可以到80公斤 大人都可以玩 K3大概就是50公斤 OK吗 小朋友50公斤 50公斤我觉得以现在一般来讲 国小都还没有问题 但我也不能跟你保证 因为我们家子子 国小二年级已经46公斤 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保证 他是不是也可以玩到国小毕业 所以要看每一个人的颜色 就是的状况 这样好吗 那K3还有一个好处是 他的杆子是可以收的 我们收给大家看 好 他的杆子怎么收呢 一样 这边先帮我打开来 到第二节 好 因为这个是新的 所以就已经是要转转 MEI你真的不要买 女儿还在肚子里 你先忍忍 好不好 你再忍忍 先不要买 OK 好 你直接把它卡到来这边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卡榫 两个卡榫 你把它卡到第二节之后呢 然后转下来 之后你再把它提起来 他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带着走了 K3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带着走的哦 OK吗 好 K3是可以直接带着走的 那K5的话 sorry 不行 好吗 K5的话就不行了 好 所以这个是K3跟K5的差别 呃 指寒 如果4岁买K5会太高吗 呃 指寒你的小朋友多高 我想先问一下你的小朋友多高 因为每一个小朋友的生长程度不一样 好 现在是收到最小了吗 没有哦 YING 现在是最高 你可以帮我收到最小吗 怎么收 这个怎么收给你们看一下 在这边打开来 搬开来之后呢 这里直接 一段 再往下 两段三段 这个就是第三段 OK吗 这个是可以到第三段的部分 好 那你们说什么 K5的杆子可以 可以拆吗 可以 但是杆子拆开来就是按这个 这个 这边等我一下哦 等我一下哦 好 这边有个对焦的有没有 按下去 然后呢 直接把它拆起来就这样子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像K3一样把它转起来 差别在于这里 好吗 K3可以转起来收 但是K5不行 好 嗯 儿子现在一岁四个月八公分如何挑选JIAYI 你就直接买这一台就好了 OK吗 LIN LIN PAN LIN PIN 两岁可以用哪一种 也是这一台 也是这一台 二合一的就好了 就是滑步车 二合一的就OK了 好不好 二合一的就OK了 好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吗 四岁快四岁可以骑吗 LIN PIN 快四岁我建议你直接可以看K3或者是K5 K3的价格是多少呢 好 呃 只含说大概103公分 家里有二合一的感觉有点矮了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说 110公分就已经开始不行了 这一台最多只能到110公分 我是不是没有骗人 因为我之前儿子最后一次拍影片 他大概110公分 我觉得他已经有点K了 一定要换到K3或K5 如果103公分他的平衡感很好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直就是K3 你就是直接K3了 但是K5我怕他太高 因为这个你帮我K5也调到最小 好 好 我直接都帮你们调到最矮来看看 那这个也是最矮吗 好 这个也是最矮了 好 其实会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K5OK啦 K5其实是OK的 好吗 好 再给你们检查一下 我们直接调到第三段了 好 然后这个也是调到第三段了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 指寒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上K5 我觉得可以直接上K5 K3的价格跟K5的价格 我现在来给你们哦 请问是在哪一间门市 我现在是在桃园门市 台中门市没有展车 这样子OK吗 好 K3的价格呢是2680 K5的价格呢是3680 还是有一点点价差 一个是26 一个是36 差了1000块 但是这台是大人也可以跟着一起滑 那就是看你们要怎么选择咯 K3收起来之后可以牵着滑吗 不行 Emma你帮我再试一下 Emma说收起来就是那个杆子收起来之后 杆子收起来之后 杆子收起来之后就不能滑了哦 杆子收起来就是只能提着 这样子就是提着走而已好不好 就只能提着走了 OK 好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呢 官网会有所有的款式介绍吗 JIA不会 我们这一次是走表单 所以官网没有好吗 官网没有 哪里做中国制 他们家的这个商品全部都是中国制的 二合一的能改K3吗 什么意思 陈小群 二合一能改K3吗 我有点不太懂 你可以再帮我确认一下你的问题 有人说孙子超爱玩的 没有错 两岁可是女儿90公分了怎么选 嗯 90公分哦 我觉得还是这一台 因为你现在直接让他玩这一台的话 会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会有一点点偏高 等于是你帮我站上去 你蹲着帮我站上去给大家看 对 你面对我 你面对我 好 就会像这样子 它会变成是有一点点 就是太 这个杆子会太高了 那就是你你自己得你自己得取舍这个感觉好吗 CHIA 因为其实90公分说实话就是卡在这两个的尴尬期 这两个的尴尬期 那你女儿我也不知道她的就是有没有已经有玩过平衡车了 你只是纯粹要让她当滑步车吗 如果你纯粹是要 你应该要拿黑色的 因为那个是最矮 你要拿最高 好 给你们比比较看看 好 所以你看这个是最高 这个是最矮 它还是这样子的间距是几公分 你帮我看一下 大概应该会是几公分 7公分吧 8 8公分 大概会有8公分的差距 这一台大概玩到110 最紧绷紧绷 那刚刚也有马明说它100公分 玩起来已经有点矮了 那90公分你真的就是卡在这两个的中间 这一个你会太高 这一个是比较刚好 但是你玩不久 所以你可能就得取舍一下咯 这样子好不好 K3多少钱 SISI K3 2680 好不好 K3 2680 K5的话是3680 国小五年级155公分 40公斤可以骑K5吗 浴醇可以没有问题 K5可以到 K5可以到80公斤 然后小帮手现在是160公分 他滑起来都还很OK 不会KK的 不会太怪 你再站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K5 都是三段 对没有错都是三段 这个现在是最矮的哦 把手是最矮的 好 K3收起来之后可以靠着轮子滑牵着走吗 嗯 你试试看 收起来 收起来 你说这样 你这样拿着走 你这样提起来 对 你提一边就是轮子靠地上 轮子靠地上 然后你拉着把手 对 他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呢 你把手这边整个直接拉起来 不是 直接抬起来 对 然后轮子放地上 对对对 可以 但是不好走 说实话 Emma 可以 这边 因为你有防摔电片 这边会卡住 不太能走 不太能走 我有帮你试了 Emma不行 一定只能用手拿了 好不好 K3 K5 一样重吗 差不多 差不多重量 K5 还是再重一点点 K5 还是再重一点点 这样子 好不好 这一台大概是2.6 我记得 2.6 还2.8 这一台大概是3.2左右 大概差了500克 这样子好吗 年龄小建议K3有防摔功能 没有错 因为K3有防摔 K5的话没有 OK吗 两个差在哪里 乘乘 一个是这个 K3只能到50公斤 K5可以到80公斤 那再来就是 他没有防摔 他有防摔功能 K3 这边有防摔功能 好 但是K5没有 K5没有 K5没有 K5没有防摔 OK吗 K5已经没有防摔的功能了 好 那K3的颜色呢 表单上面有 我们看一下 K3的颜色可以给你选 这样子好吗 好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K3有4个颜色 那K5呢 好 K5的话就是 蜜桃 米色 森林绿 跟岩石兰 那我们现场展示的是 岩石绿 这样子 森林绿 对不起 森林绿 好 K5对 K5没有防摔 K3身高大概多少 K3可以 大概我觉得是 9A 我给你们看一下 K3大概110左右就可以用了 110左右就可以用 国小K5 没有错 国小要K5 好不好 国小要K5 2合1的把手能提高吗 把手不能提高 2合1把手是固定的 条都是条这里 OK吗 给你们看一下 条都是条这里 条这边 好吗 K3的杆子 我看一下哦 买2合1就不用买平衡车了 对啊 你这台就可以先玩 但是最多玩到110公分 就很紧绷了 这一台 玩到110公分就很紧绷 K5有没有防摔功能 没有 K5没有 对不起 大家速度好快哦 A嘛 你刚刚问什么 K3怎么样 轮子没电不发光了 可以换电池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我没有注意 我再帮你问问 看厂商好不好 YING 2岁90公分 推哪一台 HONG 只能这一台 90公分 只能这一台 但是 如果你要换成K3的话 会比较 会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他 他刚开始玩起来 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这一台 他可以驾轻就熟 大概 说实话 90公分 涨到110公分 20公分 其实说实话 至少也要两年的时间 一台玩两年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啦 好不好 一台玩两年 我真的觉得真心也觉得差不多了 好吗 K5的轮子会发光吗 会 K5的轮子会发光 会发光 好 团购有安全帽 在在表单里面 但是安全帽的数量不多咯 包包官网有吗 包包官网也没有 也是走表单 我等一下介绍 好不好我等一下介绍 好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的选色障碍了 雪布车下面是不是不要锁太紧 才能自由的变换滑板车或雪布 没有啊 这个一定要锁紧啊 这个你不锁紧的话 这个没有办法呢 这个一定要锁紧哦 好不好 JODY 这个一定要锁紧 好 而且但是变很好变 你放心 变非常好变 你现在再马上秒变给他们看 YING 轮子可不可以换电池 这个我要请小帮手问一下 问一下厂商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真的就没有注意到了 轮胎没电了该怎么办 这个滑步车可以玩到最紧绷最紧绷 110公分 但是刚刚有妈咪觉得100公分已经有点K了 有点K但还是可以玩 这样子好不好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好 多大可以开始骑 滑步车二合一的80公分就可以开始玩了 好吗 80公分就可以开始玩 滑步车下面 嗯这个问题学过了 问过了 好 黑金坐上去就是帅 对不对 好 成春被K5是80公斤 K5的最大承重到80公斤 好 想问安全帽 对不起 安全帽我现在没有货 因为厂商它的数量非常少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的人一定要赶快去买 而且你们安全帽跟滑步车一起买 还可以省100块 OK吗 还可以省100块 K3有没有单脉杆子跟二合一共用吗 哎不行哦 成一记没有哦 K3跟跟二合一的杆子是不一样的哦 没有办法共用 OK吗 没有办法共用 他们的板子没有办法共用 因为给你看一下 K3跟滑步车你帮我拿着 好 踏板的长度是一样的 但是宽度是不一样的哦 好不好 K3是11到13公分 它的前面比较宽是13 尾巴是11 那二合一滑步车就都是11公分 这样子 好不好 水壶也会介绍吗 哎对不起水壶是我家儿子的 水壶现在没卖了 好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包包 你帮我拉到最高 安全帽可以戴到几岁 安全帽看的是头围哦 不是分年龄哦 安全帽是看头围 哪里锁紧 什么东西哪里锁紧 你是要说这一个吗 安全扣的部分是这边 哎呀哎呀哎呀 这个 这里 这个是锁紧的地方 OK吗 再给你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是锁紧的地方哦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小帮手我最后介绍一个 那个哦 轮子的疑问 等一下哦 已经有问轮子发光的问题了 好 那再来就是介绍这个背包 我接下来介绍完背包 我们就要抽奖了哦 好不好 介绍完背包就要抽奖 因为今天问题大家好多哦 所以我花了一点点时间 这个背包现在官网上面 就是那个表单上面也有卖 OK吗 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拿来直接这样子 这边可以装 然后呢 这边也可以装 然后这边 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 是这个拉链拉开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小夹子 OK吗 这边有一个小夹子 所以你可以扣一些你的小玩具 或者是小钥匙啊 这一类的 然后它就是 一二三有三个夹层的地方 那前面这一个扣子呢 是磁铁扣的 OK吗 这个是磁铁扣的很酷 你就直接这样吸上去 它就扣起来了 那这个是要放什么呢 就是放你的安全帽 你可以扣你的安全帽 有没有 你可以直接把它扣在这边 然后你就不用担心 安全帽还要在手拿 好 然后呢 这个旁边呢 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都是有这个伸缩拉链的 所以这个带子是可以往上的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像这样子的保温水壶啊 是可以放的进去的 我刚刚说这个瓶子是我儿子 有没有看到 对这个就是一般的保温水壶 保温水壶 即使底是这么宽的 都是OK 可以放的进去的 因为它这边是有一个 做一个伸缩的地方 那再来呢 就是在于它这个后面 给你看一下 它的背扣这边也是磁铁式的 也是这样子直接一推 有没有就打开来了 OK 一推就打开 这个下面这个勾勾是要干嘛 就是拿来给你这样子 可以去平衡 平衡就是固定在这个滑步车上面 它是可以直接勾在滑步车上面的地方 所以我会觉得包包也蛮不错的 包包有四个颜色 你们可以上那个表单上面去选 OK吗 它有奇异果绿 岩石兰 玫瑰粉 跟蜜桃粉 我们目前这一个是蜜桃粉的部分 你后面那边没有扣住 所以你就会掉下去 你看像它这边啊 你看这一个 刚刚小帮手这边没有把它扣住的时候 就会往下掉 但是你把它扣起来之后呢 扣起来 有没有 就可以了 它就不会往下掉了 这样子好吗 好 那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小帮手准备帮我抽奖了哦 今天抽的是那一台K3 直接抽这一台K3给大家 好 那有问题的 可以赶快趁现在再问我一下 可以勾在二合一上面吗 可以啊 没有问题 小帮手立刻换 好 小帮手立刻帮你们换起来看 包包有防走失功能吗 没有 包包没有防走失功能 安全帽 你们买得到就是有限货 不是 K3 K3 对你包包可以帮我扣 可以勾得住二合一吗 可以啊 对不起哦 哈哈哈 我已经 我已经有点昏了对不起哦 可以 二合一的话 其实你只要扣上面这边 把它扣住就可以了 好 你就直接这样子把它这边 后面持扣这边扣住就可以 下面不用固定 因为K3比较胖 二合一的比较胖 所以它不需要扣住 它也不会掉 好 你要帮我这样放着就可以了 安全帽是有限货的都可以直接出好不好 安全帽都是有限货可以直接出 然后包包是可以直接这样挂着 你可以挂二合一 K3 K5都可以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呢 很仔细 谢谢你们哦 K3 小孩包 对没错这个小孩包 滑步车最高到几公分 来再给你看一下哦 K A R I N N A 最高的站姿K5可以到89公分 然后小帮手160公分 他用第三段滑起来还是顺的 不会KK的 不会觉得就是太矮的部分 这样子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对 你们如果想看就是在介绍的话 真的要回去看回放 因为已经3 3点一个小时了 这样子好吗 包包挂上去会影响滑步吗 不会啊 你看这样子有影响吗 完全不会 因为你的手是放在这里 然后脚是在后面滑 好 谢谢哦 谢谢你们就是介绍的很详细 好 那我们等小帮手抽奖咯 这个是蜜桃 再给你们看一下颜色 这个也是蜜桃 这个奇异果帮我翻过来 可以吗 今天人真的好多 大家都想要K3有没有 然后这一台的话是奇异果 奇异果色 那这一台的话是黄色 黄色帮我立起来 莱姆 莱姆 我真的很建议 门市有真人吗 门市好像没有真人 你想要来当门市小帮手 是不是 可以现可以玩是不是 门市目前好像没有真人 好不好 好这个是莱姆 我真的很建议你们可以买莱姆 然后这个也是黑色帮我立起来 蜜桃很可爱 蜜桃很可爱 蜜桃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女生 或者是黄色也OK 这样好不好 好 中奖名单出炉咯 恭喜你 大家好羡慕哦 中奖名单是 L-U-N-Y-U-T-S-A-O 两位男保 对图片是两位男保 这台K3 恭喜你 但是你有在吗 42分钟 40分钟 滑步车真的都很好看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一台啊 真的很值得 因为你可以从小 大概一岁左右就可以开始玩 一直玩玩玩到三岁左右 也就是两年 真的我觉得很值得 这样子好不好 好 22秒 有在吗 L-U-N-Y-U-T-S-A-O 没有在的话 我们就得换下一位哦 大家一定会很开心 对 好 这错过真的会哭 没错 KC 这错过真的会哭 K3至少也要2680 直接赠送给你们 好时间到咯 好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在线上 小帮手帮我拿一下 哈哈哈 我真的会滑 好 真的 真好花钱买了 好我来看一下哦 你有没有在呢 等我一下哦 我看一下 大家不要着急 好 目前看起来 真的不在 真的不在 那麻烦帮我小帮手 再帮我抽一次咯 哭哭了 2680 拜拜 好不好 你要跟2680 拜拜 好想喊再 好好想喊再 有没有 OK 你们记得一定要就是 一定要就 有看到再恭喜 不要大家一开始就 恭喜恭喜 我都会很紧张 我会怕错过你们每一个人 来 中奖名单第二个出来了 W E I L I N 照片是婚纱照 L O V E背景 OK吗 好 中奖 你帮我拿着 中奖名单是 W E I L I N 小帮手一定想要买K物 他一直在给我玩这一台 好OK吗 等我一下哦 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在哦 你要多打一些不一样的字 因为今天人真的太多了 300人 你要打一些符号 我在 要不然你很容易会被赤字 因为要以我的网速为主 我要有看到你才可以 好吗 W E I L I N 婚纱照 L O V E是背景 好想要有没有 剩10秒了 好 有有看到你在了 恭喜你截图 来麻烦你帮我截图 私讯小编 恭喜你哦 好那颜色就不能选了 好不好 就厂商随机出货一台K3 那你们如果想要买滑步车的人 可以直接就是表单上面订购 那呃 现货都是现货 所以出货的速度会蛮快的 一到三个工作天就可以安排做祭出了 这样好吗 OK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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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